160,《文匯報》,詩永青,小船讓大船正改免撞船 2015年5月9日2017一定要得 A04香港《文匯報》,記者類致名 香港正改民意關注組民調顯示 如半受訪者之次通過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 關注組成員,中原集團創辦人詩永青認為 要中央跳出全國人大常委會八三日框架是不可能 但相信目前方案上有空間可以優化 他又把中央和香港比喻為大船和小船 當兩者可能相葬時,大船轉彎都有排轉 若小船始終不揚,最終只會由港人承受撞船的代價 普選權有得也 關注組日前發表第五次民調結果 詩永青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 民調結果顯示,如果全國人大常委會承諾在2017年落實普選後可以改變方案 支持通過的民意增加至61.8% 如果有白票首尾門,支持率進一步增加至73% 如果提名委員會取消團體票及公司票變成個人票 則會有更多人支持 如果三點同時優化,支持率更高達80% 詩永青認為,民調反映民間主流傾向都市想政改能夠通過 有得也 Q.控V.指示激進反對派一定要衝破831框架 他強調,要中央跳出831框架暫時是不可能 但以現在的方案其實還有空間可以做 出席同一節目的港大學院前編輯兼香港民族論作者之一的理解的確聲稱 希望先否決方案再重啟政改程序 更揚言中央對一國兩制的理解並非憲法關係或合約關係 而是為了解決香港回歸的問題而造一個權力分配的框架 故此框架會因時制宜 他有方法重新展開政制改革程序 否決方案令港無雲行彈師永青質疑李啟的所提倡的真民主 根本全世界都不會通用 如果有一個終極方案,人就不會進步 他亦批評反對派死牛一面頸否決方案 並不能夠帶領香港有具體改善 反而令香港人無運行 施永青有以旋論證 如果中央為大旋 香港就是西旋 當法國會相撞時 西旋必須有大旋 因為大旋轉彎都有排轉 若西旋始終不退讓 最終只會讓城撞船 付出代價的只會是港人 你們無權為了你們的理想 要整個香港跟你去撞 只會有條例 谢谢大家